而农委会水保局也针对简安厢的泰昌村、南华村还有福新村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 简安厢公所立即展开了强势撤离作业预计要撤离45户有142人 简安厢游淑珍也呼吁乡亲风雨还没有停歇 非必要请不要出门以防护生命财产安全 持续豪大雨华林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警戒基准 新政院农委会水保局也针对了简安厢泰昌村、南华村、福新村等三个地方 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 简安厢公所13号下午也紧急展开撤离作业 规定要带你们去安置因为这个下雨土石流 你几个地方要去?要去尼斯洪那吗? 看看吧,没有那种的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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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比较快一点哦,要朝外头,好吗? 我们会下雨大雨,今天风雨会大到飞 一样 原规台风带来的环流影响造成滂沱大雨 为我们泰昌村、福新村、南华村总共45户 142位的这样的收容保全户 来作为一个收容安置的场域 还有协助 那其中呢 因为我们里面泰昌村有一间庙宇正在做法会 所以里面有20位的师兄师姐入驻 我们也共同的来 请求他们一起配合 今天相公所撤离的工作 撤离到我们的慈会堂 当然再次谢谢慈会堂给我们协力 在整个收容安置上面的一个便利 尤其我们为了防疫 我们是以一户一绑为主 所以在这里再次呼吁相亲 除了一亲以外 就是必须要收容安置 那配合我们的这样的红色警戒的法令 简安相公所一点半先集结各村村长开着广播车 以巡回方式进行撤离宣导 而整个撤离安置工作在两点半开始 预计分别撤离泰昌村有10户23人 福兴村有21户71人 南华村有14户48人 乡长游淑珍也提醒乡亲风雨还没有停歇 非必要的话请不要出门 以防护生命财产安全 借留米圣简相报导